杨总 那盆粉掌稍微留点神啊 那是杨总送我的 慧哥 不好意思 我们这也是按照这个备案的围境办事 是就查清楚 就拿换了一个清楚 明白 明白 对不起 让你小心点 小心点了 作强调 2ivo 1 2 2 2 3 3 5 5 4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进来吧 坐吧 今天怎么不上班啊 特意请假 过来陪陪你啊 干嘛呀 怕你一个人在家闷啊 没事 别忘了我想得那么脆弱 我已经想好了 我想带你去郊区 泡个温泉 放松一下 算了吧 去郊区泡温泉 还不是在家待着呢 你试试嘛 泡个温泉 放松一下很多事情 说不定就忘了 你去郊医院 在逛逛 在哪个医院 好 我马上过去 什么 让董突然晕倒了 在六院抢救 洛总 起床怎么样 新哥已经去神了 她儿子送去家坊这儿干了 梦董 若董 再来的路上 老杨 老杨 你怎么走 我怎么走啊 老杨 夫人 妻爱 都是你们的朋友 以后有事 照顾一次 谢谢 谢谢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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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子快到了 快了 快了 快到了 老杨 连她把最后一遍都没能见到 嫂子 你别太难过 要不这样 我父亲先到一房间休息休息 好吗 杨董这一走啊 麻烦都给咱们了 杨董的夫人就是个家庭主妇 儿子在念书 哎 你说这以后的事儿谁做主 咱们也太倒霉了 观众来了 咱们赶快迎迎她去 好 跟她商量商量这事儿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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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董工夫人怎么样 我开始找了个房间 扶她进去先休息一下 好嘞 刚才我在楼梯街 听盲管他们说 一会儿关号回来了 他们都下去接她了 那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待会儿 干吗呀 我在这儿陪你 好嘞 你怎么样 没事 就是懂得好 我说好的 这一二十年 我陪她回去专注 回老部队 我差两鱼 杨董工夫人在里面 请关东 请 好嘞 上次北傲增股 咱们买少了 现在有现成的送上本来 老天都站在咱们这边 有多少都接过来 想要吞下北傲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不是件容易的事 怕什么 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要多少 我给你 那么多钱 我可还不起啊 拿你还呀 把我押给你 我也没那么多钱啊 你把你后半辈子 都押给我不就得了 我能值那么多钱吗 我看上的人 是无价之宝 想当初 胡安那个项目 要是能砸那么多钱进去 也就不会让给票了吗 八个亿 买个胡安贵了点 但是把北傲所有的再建项 加上胡安都拿下 这些钱还是值得的 不要让我失望 我刚进董事会 什么事儿 得一步一步来 金津派 公司的调查 你没有任何贪污受惠的问题 明天正会召开第一次临时性股东大会 我会在会上向股东们详细汇报 谢谢路长 不用谢我 轻者自轻 当初杨总让我抓这个林政部就告诉我 林政部只对北澳集团 他的发展负责 他不是任何人的刀 更不是乱人的狗 这个所谓的检举 应该是有着安装事半 想把你拉下来 他没有得逞 应该会有后招 你要小心的 我个人是经得起考验 就是公司现在乱象丛生 谁啊 杨总一走 他听说有股东思想一转移股权 不知道将来公司会怎么样 你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 那趁着杨总夫人是代理董事长 赶紧把你的事理好了啊 让你赶紧复职 但应公司能够顺利渡过这个难关 曹操 调查清楚了 我没事 别担心了 太好了 真是一个好消息 行 我一定请客吃饭 拜拜 什么情况 本药的连证部已经查清楚了 弓箭没有问题 那封举报信是恶意重伤的 这才叫真相大白 洗大补奔啊 是什么外语的 就是欢天喜地大贵人进不天 冬天奔走相告的缩写 这么好的事你得请客呀 是请客 今天晚上姑娘说了 请大家吃饭 都去啊 好好好 都去都去 来 接着说我们的事啊 看下一条啊 下一条什么问题没有 你说您的心里能好受吗 没事的 妈 公司连证部已经查清楚了 我没问题 明天股东大会就给澄清 那就好 那就好 小瑞来电话还说呢 说呀 以前那是误诊 没有早点告诉我 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我说啊 人没事就好 其他的都不算事 以后啊 你见着他的时候 跟他说说 别往心里去 成了一家玩 好 我见着他一定告诉他 那你跟曹操的事怎么样了 妈 我想跟曹操结婚 你们两个呀 真是猜不算的冤家 这绕了一圈 还记得他好 我呀 不管了 真的 真的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人家提啊 明天 明天是股东大会 趁人多 我想表示一下 祝你成功 以前呢 我觉得他带个孩子 你吃亏 你吃亏 现在呢 你也有个女儿了 扯平了 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妈祝福你 妈 其实 莉莉 莉莉 莉莉她又怎么了 她又病得严重了吧 她 妈 妈 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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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没事 好着吗 好着吗 莉莉 前两天是叫我爸爸的 真的 真的 她什么时候叫我奶奶就好了 莉莉莉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呗 你看你现在身体这样 这心境也不错 那贾重助理 她能补干了吗 我可以考虑 谢谢妈 好 好 我和刘董 确认一下 都是北傲的老姑娘 就这么走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 看清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但君子不离威墙之下 刘董 王董 你们的这份情情才让二位 从来都没使过手 关董 我很好奇啊 您能有什么办法 能让北傲逢兴化吉 转危危安 其实 我也一直在想办法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北傲一定得行官 这是为什么呀 传说您跟弓箭之间 有什么不合 传说是哪种不合 弓箭跟您前妻之间 我就不妨跟二位说实话 我跟弓箭原来是特别好的哥们 但是他强了我老婆 强了我孩子 我儿子失踪了五年才长回来 现在跟他弓箭比我还轻 我要是能咽下这口气 你们说我还是不是个男人 这弓箭怎么是这种人呢 我原来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啊 算了 这都是家务事 二位 明天五冬大会 你们务必要到账 但是这事儿 咱们就报名 一定 一定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关董 祝你成功 成功 慢走 好 留我留 留我留我 你真的是一位邓草草的事儿吗 老天爷很公平 给了东建一样 就要拿走他别的东西 文浩 你赔上身家性命 为了女人跟哥们闹掰了 就只为争一口气吗 你骗到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你要真能为邓草草放下所有 他早就跟你了 第一 是弓箭为了一个女人 要跟我闹掰 第二 我愿意为草草放下一切 可草草她不要 我也没办法 你认为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我愿意为草草草草草草草 我愿意为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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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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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在座的各位股东如实汇报 经核实龚建先生做风清廉 没有任何贪污受贿问题 我以代理董事长之名 宣布即日起恢复宫殿先生原职 继续担任执行总裁 下面由执行总裁龚建先生 为大家发言 今天呢 等一等 我不同意 我认为龚建不再适合担任北傲执行总裁之职 不知道关董认为我不能胜任的理由是什么呢 公司最近接二连三地爆出负面新闻 形象已经严重受损 你作为执行总裁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 如果在座觉得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 那我只能行使我的权利了 我拒绝同意龚建继续担任执行总裁 physics 关董什么时候有这么大权利了 territor 热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参加这种会的资格都没有了 各位 那我先告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做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会越来越好 Tank 게임 你早就知道 关浩是最大的股东 他今天会玩这么一手 没错 我是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邓嫂嫂 我是律所的老板 我知道怎么做 对律所才是最好的 姑娘现在什么都不是 关浩才是最大的股东 如果不出意外 他会是下一任董事长 我当然要对 现任客户负责 你别忘了是谁 把一个即将倒闭的 律师事务所 变成了北敖的法务团 这份人情我们记得 等正式解聘的时候 会尽量帮弓箭 争取更多的利益 我以为你们都会 把弓箭当朋友 邓嫂嫂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你认识不了这一点 你永远成为不了 一个好律师 我认为一个律师的存在 是防止利益 对人性的腐化 而不是做金钱和权力的奴隶 你太天真了 我想我没有办法在一个 只讲利益 不讲人情的地方工作 四池 你有话好好说吧 请便 我就不信 他离了这儿 还能找到第二个 请他三十岁 过司法考试的人 做正式律师 喂 小嫂 怎么了 小嫂怎么了 今天不是弓箭复职吗 专门来给他送花的 该送菊花 现在官昊是北傲最大的股东 他已经控制了董事会 把弓箭炒鱿鱼了 官昊是最大的股东 找我姐 我姐肯定有办法 问题是 你姐也举手同意了 喂 您好 法务团 我是 您是 有时间 我马上过去 卢总裁 现在北傲 是我们的天下了 谢谢黄总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不要让黄总失望 把这儿给你重新装修一下吧 这儿我不太喜欢 能换一件吗 你现在是执行总裁 只要你喜欢 小事一件 谢谢 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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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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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份详细的风险评估 如果风险评估没有问题 我没意见 太好了 卢总才会把风险评估 发放到你们每一个人手上 卢总 昨天工业找我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怀疑北奥一直以来的内鬼 是我 证据呢 怀疑不代表事实 离岸公司我已经注册好了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是写好那份评估报告 安抚好那些股东 事就成了一半 找人把他盯紧了 别让他爱说爱巧 好 都明白 乔小瑞还在胡安吗 是 把他调回来 做你助理 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卢经理了 是卢总裁 关总说得是 好 可以 咱们 证据 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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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官昊刚接受北欧 想弄这么大的动静 欧修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之前公司就一直有内鬼 我现在想明白了 官昊跟卢修成 早就应该有勾结 谢谢 我会帮你盯着关号的 谢谢 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家门钥匙也不搭 我好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没有 没有心情不好 挺好的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别一个人憋着 现在我们俩在一起 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别老把我一个人丢的 真没事 我就是 喝了喝了酒 想起老团长了 想起我们在部队 那时候 那时候真好 不想这些 曹操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当然没有 我总觉得 我看着我老战友 离我而去 应该是二十年以后的事 这怎么在眼前就发生了呢 明天我过来给你收拾东西 帮我那儿去吧 干吗 现在已经不在北遥了 还住着干吗呀 也是 现在我失业了 你转正式律师了 你养我 别这么说 我们住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做饭 给你洗衣服 陪你聊天 比如说伺候你还不好啊 对吧 我可以给你做饭 我们可以给你做饭 过些天吧 过些天我搬过去 为什么呀 过些天 等我跟北傲 做个彻底的了断以后 我会搬走的 你还想怎么了断呀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争个高低呢 我知道你对北傲有感情 可是现在的北傲 已经不是以前的北傲了 有什么事情让股东们 他们自己去解决 我觉得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是要跟他们争 北傲是我第二个家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破坏他 我不管别的 我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好 我知道了 曹总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一个人喝这么多在这儿待着 我放心吧 要不我给阿姨打个电话 让她来看看你吧 别 别刺激我妈妈 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走吧 我这样会影响你 有什么给我打电话 我不要 我也会来 我不是要一个人来说吗 我还是要杀谁 我真的会来 我不是要杀手吗 我与我 我 versions 你 我